不学运的能量还是来自于很多人在立体 那么前国策库问好名义在网路上发起了100人的太阳花 从画作、摄影、设计等等不同形式、部分年龄以创作支持学运 而现在包括导演王小迪、摄影家张兆棠、翟成朱雪恒等都已经报名响应 在立法院场内的导演柯一正也手画太阳花向大家喊话 太阳花的创作来支持整个学运 导演柯一正手画太阳花以钢铁意志捍卫民主向大家喊话 召集百位艺文界的人发起 作为唯一创作者发生挺学运 连前国策库问好名义也在网路上发起100人的太阳花 网站只用一天假期从画作、摄影、设计等形式不拘 不分年龄、地点用创作支持学运 无论是在立院场内的柯一正或是摄影家张兆棠、导演王小迪都已经报名响应 就是因为透过创作 每个人跟每个人在这里创作的这个动作能够去有一个对话 就看到大家画组的进步还觉得蛮惊讶的这样子 就觉得哇原来这是大家的时间久了 大家对这个议题果然更了解 不仅能与观看的民众对话 也可以了解自己的创作过程与民众交流 让学运更具相信力 更是团结艺术家的力量深远学生 TVBS新闻周中林的这家台北报道